游泳的游,永远的游,幸福的福 我跟四很有眼,是四年级生 四年是高中毕业 有没有人读过四年是高中? 四年是高中 有,留几一年啊 所以这样加深大家的印象 我是省力荒山高级中学毕业的 因为我们今天主办单位 特别要求要介绍一下 有关我们人类跟溪流的关系 就是我们这个男子先溪 这个在灾变前后的变化 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些档案照片 这个我们巴巴水站 我们前边的,就是这样前边的 整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到现场看 这个是塘布的地方 整个水满到这么满 满到这么满 这个大家第二章也可以看一看 就是我们前边这个停车场的前边 南杆的地方 水都已经溢到这边来 这是在八点左右 这个是从13楼 然后我们甲仙人和13楼拍摄下来 可以观看到整个这个淹水的清洗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千古桥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桥 把整个水,南杆先溪的水溢到这边 跟我们游泡溪河流 整个都混在一起 这个是13楼拍的 这个地方稍微下陷的地方 像是我们现在甲仙南河宴 夜溪水 就是引到南化水窟的夜溪水点 整个都淹没了 这水量是很惊人 那我们灾后我跟淑青 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么重大的事件 小林整个村都被冲掉了 我们不知道我跟我们的工作通不然 淑青就楼下这个 到这个我们塘布的地方看一看 这塘布本来是这样 塘布 现在是整个回归沙石 塘布我们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塘布 这个布字是台湾特有字 康熙字点没有这个字 那是我们台湾特有的用法 跟这个字塘叶老式字 他们所有关系的 这个我们要特别介绍这个字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特有字 康熙字点没有 全台湾有好多地名的 这个字在 像我们的这个大树万丹 有个新画布 我们的西港台南市的 有个双张布 我们的屏东离港有个三张布 我们假设它有个布亭山 包中引领包中有个大布村 这是小邓的出生地 小邓的出生地 前台湾在1904年 有78个这个相关地名 我们云南嘉义台南 高雄屏东 占53个 因为我们气候的关系 中南布适合甘蔗的生长 这个布的哪有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老式的脂肠手的形状 你看看 顶尖底沿 工作场合要保护这个牛 保护肌黄 牛是做动力 绕圈子来拉 拉这个 拉动这个炸汁机 甘蔗炸汁机 叫布亭 所以这整个我们叫 机房 叫布亭 这个 不好意思 有感冒 后来我们的所有的建筑体 跟这个相近的 我们像布亭山 假设布亭山就是这样 因为造型 底沿 顶尖跟这个一样 那老式脂肠手留下的地面 就是说早期有这样的 脂肠手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很珍贵的资料 那我们要特别介绍 我们 吴立浦 小林的吴立浦 现在有一个 肃清节的这个 手工黑糖布 今年已经进入第七年 他每年的脂肠季节是在 12月以后 这12月底 就是冬至以后开始 到大概是5月 大概有5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手工制糖的品质非常好 这个欢迎大家 12月以后 可以来假先 这个体验一下 我们的手工黑糖制作 把这个 刚这榨汁入锅熬糖 熬糖以后 我们再倒出来 让它冷却 冷却以后 你看这个大家都充满期待 这是我们假先国小 跟小林国小 混合一起的老师 来体验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产业 开始剥糖 这样的糖 我们要特别介绍 非常好吃 所以我一直在追踪 为什么这个糖 跟我们平常的市面的糖不一样 结果我们追踪的结果 它的土壤里面 有肌膜糖 有土壤 土壤很健康 有微生物 所以这些昆虫类可以在这边存活 可以存活的地方 当然这个甘蔗植物 它生长就好 这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所有的朋友 有时间 12月以后 可以来体验我们的这个黑糖 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角落 那我们这刚刚看的整个 就是说我们河床的部分 跟高滩 高滩地 整个这边都是淹没 淹没区 夜而易饮水的这个水坝在这边 南河岩 整个这边的溪流满到这边 这边只剩这一段 这一段这个蹄缓 这一边也消失了 这一边也消失了 到夜饮水这边都消失了 这边消失 现在大家看到的 等一下可以看 都是新的 重新做的 那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说 水火不正 大家都这样说 到底是水 怎么无情 还是人类无情 我们来回归 这个早期一点的这个地图 我们看看这个地图 现在这张地图 卫星地图里面 这些都是住家 有房子我们都看得到 都是住家 那我们在1932年的地图 日本 在我们假仙探勘石油的一个地质图里面 我们看到的这个七块 都是高滩地 高滩地高滩地 高滩地 唯独有一个就是制塘手 我刚刚说的这个堂布 日本是那个堂布 只有这个地方有建筑体 其他都是高滩地 那我们更早一点 这是1904年的地图 整个都高滩地 而且我们河流的区块 非常大 高滩地后来是缩水的 这个河道是缩水的 高滩地多了 1904年的地图 河道很宽 高滩地不多 那我小时候来讲 高滩地这个两条溪流 这是靠山的 这是靠中间切割下来 这个都保留 都是这样 为什么? 洪流来的时候 一定要缓冲的地点 要有制洪期 还可以 他们可以 这个水流可以走的路线 所以都是走这两条 接到这边来 我们小时候到民国 70年的时候都是这样 后来就是说 我们这个官方 施舍了提航以后 它自己的空间 河流的空间限缩了 所以这一尾巴巴水在的水量太大 当然这整个要恢复它原来的位置 一定要从这边切割过来 因为这边冲到山壁 攻击波过去 反弹回来 就是要这个样子 那我们从三张图来看 不是水无情 水只是回到原来 它走的地方而已 走的何岛 它没有侵犯人类 是因为我们人类 侵犯了它的道路 它把它要回去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 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现在 整个台湾 对河流的应用 很精准像台北盆地一样 本来是盆地 都是水 后来你看看 现在用到现在 你看那个提航 都要比那个 那个河道都比提航 高度都高一点了 我们的寄宿器都比较低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 台湾的一个危机 每个地方对河道的使用 河川的使用都过度 所以这个不只这一回 我们甲仙有这样的状况 可能再过几年 会有其他的这个状况出现 所以说值得我们在河边寄宿的人 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基柱地 耕作地 有侵犯到河流的流入 甚至有沉住坏空的变化 以前没有基地可以浪海浪滑 但是我们看这个土层的变化 这个冲击岩的变化 厚薄厚薄都不一样 所以看起来 这个我们刘宜昌教授就是讲 这个等于是说大概几十年 一个频率嘛 就一个大洪水大洪水 冲刷冲刷 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地形 所以我们从这个市的化石基障 切割面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基柱的地方 早期的基柱点 平普住民、原住民都一样 他们选择的是高台地 没有基柱在这个高摊地的 所以说这个高摊地的基柱来讲 不符合这个安全的要求 所以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胆子 特别大 几点可以在这个高摊地基柱 然后官方又特别围了这个 这个核体下来 让民众以为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因为有政府失色的核体嘛 所以这一回的核体加高了 之前的核体没有那么高 现在这个大家可以看看 加高了一倍 而且更坚强 以前核体底部都是这个 一些绘土的堆积外边 还有这个钢筋混泥土 现在整个都钢筋混泥土 这样是不是安全 有待考验 那我们今天特别介绍 人类系的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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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